妙宇之间的声音 再接下来做成一段 自己的音乐 打造新北市微笑三线 绿色慢生活旅游新品牌 串联土树三音及中和等9个行政区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22号 在树林三家古籍车站举办 三底家山林现场制造主题展览 观光旅游局长蒋之威 与知名导演麦绝明出席推广 有力在山林原树与城镇文化展间中 邀请民众在展览中 探索新北山林特色路线 微笑山线是一条微笑的曲线 它串联了9个行政区的山线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 方便民众他能够出来爬山走走 因为其实新北市的山是浅山 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 民众应该要更加了解 自己所处的环境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展览 大概分为4个展区 利用武感的体验 让民众他可以去选择 他想要走的路线 他可以透过小小的游戏 然后他选择出 他是要跟家人还是跟朋友 还是跟情侣 还是跟他自己相处 最后他就会有一条 非常适合他自己的路线 爱好大自然的导演 麦绝铭强力推荐 新北市13的城市 自然环境与更行政区域 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特色 鼓励民众未来疫情趋缓下 一同与家人来趟享受山林的小旅行吧 新北市的环境 除了可以让大家去登山健康运动之外 对我们一个影像做节目的工作者来讲 我觉得是取之不尽的题材 因为我们在拍摄山 我们不只是拍台湾的高山 其实在台湾 尤其像新北市这种潜山丘陵 他有非常多非常有特色的一些 登山步道健康步道 那我觉得这个都很适合大家去走 出发体验微笑三线前 先来三家车站 三底家三林现场制造主题展 从即日起到11月21号 享受新北市的绿意与切意 记者曾定家树林报导